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尘趟密 你听说过打升庄吗? 打升庄是指在大型工程动工前的一种生计 也就是活能计 还有这样一句话 修桥补路,不见尸骨 传说这种邪恶的秘术最早是由老祖宗鲁班提出来的 在古代的时候,曾经就有这样的陋习 见桥前,活捉一对同男同女 把他们方别活埋在桥头桥尾的桥端之类 这样既能保证宫期平安 还会使这两位小孩成为这座桥的守护绳 后来这种邪恶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 变成一种密床建筑方式 你以为打升庄只发生在古代吗? 这里要说两件多年前的案子 2006年初,香港九龙公园到一个水广工程地盘上 发现欺负儿童尸体 因为很少有目的会这样集体埋葬小孩 所以那你的老人们都在床 这是昔日因打升庄被埋葬的孩童 古人都讲究风水 认为在洞宫前会破坏当地的风水 会招来坏事,触怒鬼神 为了流转风水局势 于是大工程都要活能献祭 确保工程顺利 没想到都21世纪还有人相信这种魅术 还有一例案件是发生在2014年 在北方某市一座大桥的桥端中 挖出一具埋葬多年的尸骨 法医经过尸骨鉴定 此人死于活埋 这意味着当年有人乘水泥桩正在浇灌的时候 将他活生生推了进去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疑点涌现出来 首先证明死者多年前失踪的时候 父母既然没有报案 该父母的解释是儿子智力低下 报了案也未必找得到 其次在确认尸体后 法医成建议死者父母可以向工地索赔 但是死者父母只要了一万块钱就和解了 最后警方接到一个神秘人电话 神秘人表示 当年死者失踪前一晚 他曾看到死者父母出现在工地上 儿子失踪后 父母的经济条件突然改善 还盖起了新楼房 说到这里 大家心里可能也有结论了 死者父母当年是否伙同工地 一起将儿子打了身装呢 不论是情是真是假 这种为了供奉神灵 流转风水局势 而将能活生生的埋入土里 或沉在水里的风俗 实在太愚昧太长了呢